大家早上,大家早上。 早上,早上。 好,不要客氣叫,不要客氣叫老師。 哈哈哈哈哈哈 只是一句一稱呼而已。 是的,大家朋友聊聊天。 是的。 那麼,大家都知道今天是講什麼的題目。 是的。 好,大家都聽到。 都聽得清楚嗎? 清楚了。 好。 首先,我們也自我介紹一下。 就像現在大家畫面所看到。 我的中文全名叫做林順旺。 大家平時的同事或者認識的朋友都叫我阿林, 因為姓林。 跟唱歌各位一樣,都是叫阿林。 是。 不過,他有數,我沒有留而已。 我也有數,不過沒有留而已。 是。 今天會跟大家分享一些有關移民相關的一些訊息。 我自己本身就是在加拿大一個註冊的移民顧問。 以前我剛剛讀書和畢業的時候,我都是做社會工作。 社會工作。 做了幾年之後,我就是從轉行做了這個人資源管理。 或者以前叫做人資源管理的工作。 做了二十多年。 後來有機會,一月投行。 這裡有一間公司請了我過來。 就是負責亞省這裡的移民資源管理。 然後在07年的時候就留下來。 一直到現在。 做這個移民顧問也有七年時間。 所以在這裡,就是今天這個機會也跟大家分享一些相關的一些資訊。 如果大家對今天所準備的一些題目有什麼問題, 就是待會兒可以隨時提問。 又或者今天沒有準備到的。 而大家也有興趣想知道的。 在最後的時間,大家也可以拿出來大家的談談。 好嗎? 好。 好。 我們來看看今天我準備了什麼範疇。 就是採訪的。 跟各位分享著 有關家庭團聚,其實也屬於家庭團聚的一個範疇,就是收養子女。 也有一些可能是,我這裡寫的就是一個孤獨人士, 這個孤獨人士可以是不同方面的, 稍後我也會詳細跟大家解釋一下,在今天這個網上講座的時候, NPC也有一個提議,似乎有些朋友對享有加拿大的福利方面也會有些想了解多些, 所以我今天早上也嘗試看可不可以在這一方面跟大家分享一下, 或者大家如果有什麼移民的也都可以跟大家在我能力所知道的範圍裏面去跟大家解答一下。 那跟移民相關的,是有一些也都希望可以提醒大家的一些地方, 包括在申請的過程裡面,就盡量避免做一些虛假的程序, 還有如果大家有需要去找一些移民顧問或者移民律師, 或者找人去幫助你們做一些移民申請的時候, 也都要有些地方是需要注意, 那就今早就準備了大概這幾方面的範疇, 是跟大家分享的。 那好像剛才所說的,如果除了這幾個範疇之外, 大家也都是有一些其他方面移民相關的移民, 也都在最後的時間。 好了,那就有關於家庭團聚方面, 那家庭團聚當然我們所說的, 相關的申請都是申請一些家庭的成員, 那首先我們要了解, 但是在移民的角度來講, 家庭成員是包括哪些人呢? 那大家可能一開始的時候就會想到家庭成員, 家庭成員當然就是包括父母, 兄弟姊妹,子女,配偶等等, 但是其實裡面是有一些不同的, OK? 那有些, 譬如大家看到的圖片, 在移民來講, 通常你可以申請的, 會是包括你的父母, 祖父母, 配偶, 在配偶這方面, 你有正式結婚的, 我們就叫做配偶, 但是有些可能是沒有正式結婚, 但是是同居的, 那些叫做同居伴侶, 你都是可以申請的, OK? 那當然子女可以了, 但是, 你說, 如果我家裡, 我很大家族的, 我有十兄弟姊妹的, 可不可以申請, 可不可以擔保我的兄弟姊妹呢? 不一定可以, 不一定可以, 原則上是不行的, 不過在某些情況可以, 那這個在一會兒的時間, 我也會跟大家去解釋一下, OK? 嗯, 家庭團在裡面呢, 我們也都分好幾類的, 是, 那最常見的呢, 最多的呢, 都會是一些的配偶團在, 在我們做過的呢, 包括一些配偶團在, 可能是一些的年輕人, 二十多歲的都有, 甚至去到一些比較年紀大一些的, 七八十歲的, 我們都曾經有做過, 那年紀大的可能就是說, 他們是較早的時間, 是離了婚, 或者他們的另一半是過了身, 那樣, 而是在現階段, 他們找到另外一個的, 就是, 新的伴侶, 那就變得結了婚之後, 想申請他們, 在國內加拿大一起生活, 那樣, 那, 在那個家庭團在那個申請的過程裡面呢, 我想大家清楚, 就是那個擔保人, 和申請人的那個角色, OK, 因為你是擔保著一個家庭成員, 是來加拿大, 那所以你是有加拿大身份的那個, 無論你是加拿大永久居民, 或者所謂PR, 或者你是已經入了席, 是加拿大公民也好, 你就是作為一個擔保人, 去申請另外一個, 未有身份的家庭成員, 是來加拿大, 而被擔保的那個位, 就叫做是申請人, 被擔保的申請人, 那這個我想大家, 首先, 是有一個清楚的, 就是知道我們在說哪個人, 哪個人, 是什麼位置, OK, 那, 在這裡, 很多時候, 當我們要擔保一個配偶, 的時候, 有很多人就是, 我們是真正結婚的, 這樣就去申請, 那, 我在這裡想跟大家說出一件事, 就是, 一指結婚證書, 是不足以證明你們的關係, OK, 因為大家可能都曾經聽過, 申請移民裡面, 是有一些所謂的假結婚的, 如果是有一些人, 他全心是假結婚的話, 他是可以做到很多事情的, 包括大排現證, 甚至可能是, 就是, 又去到墨嶼, 又提供到很多材料, 但是, 移民部所看的, 是遠比, 你所說, 所謂真結婚, 你給到的結婚證書, 你有結婚戒指, 你有大排現證, 更加多的東西, OK, 譬如, 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移民部, 移民部會看, 你們兩個人的認識, 和關係發展, 的過程是怎麼樣呢? 而你們的關係, 是你們的家人, 甚至你們周邊認識的朋友, 他們知不知道你們的關係呢? 又, 很多時候, 你是需要提供一些照片的, OK, 那麼, 在那個照片裏面, 他不只是看, 你們兩個人是不是有拍過照, 而是說, 可能會不會你們的照片, 都會包含一些給你的家人, 甚至是一些朋友的聚會, 那樣呢? 甚至當你們兩個人一起拍照的時候, 你們兩個人的姿態是怎麼樣呢? 有沒有眼神交流呢? 如果你說拍照, 可能兩個都來學彌難的, 那你怎麼證明到兩個人的親密關係呢? 但是, 也都有一件事, 大家不需要矯枉過激, OK, 你那個正常關係是怎麼樣的, 你就提供那個, 就是, 你正常發展的過程裏面的一些材料就可以了, 曾經有些客人, 他為了證明他們的關係, 甚至兩個人穿上睡衣, 在床上拍照, 這些是不必要的, 反而是, 就是, 還有一個反效果, 可能是泰國造作, 被人還覺得假, 你是正正常常, 日常是怎麼樣? 然後, 就是, 你那個關係走過來的, 就是, 那些就可以了, 好啦, 那, 變得這個就是, 一個, 就是, 擔保一個配偶的一個情況, 那, 擔保配偶呢, 也都會有一些不同的, 就是, 有兩種的情況, 一種就是, 那個配偶, 被擔保的那個人, 他是在加拿大境外的, 這個就叫做境外申請, 如果他已經是來了的了, 和他一起生活的, 那這個就叫做境外申請, 那, 無論境內境外的申請都好, 現在平均大概那個申請審理時間, 都是一年左右的, 都是一年左右, 那, 其實無論你是境內申請, 或者境外申請都好, 那個申請首先都是寄了來加拿大先, 不過是寄去不同的地方, 如果你是境內的, 會是寄去安省的密屬殺的, 而另外一個就是說, 如果你是境內申請的, 首先他會寄去這個, 審理的地方, 去分開不同的審理中心去處理, 那個審理階段是分開兩個方面, 第一方面, 他第一個階段就是, 首先他會看那個擔保人是否符合資格, OK, 那個擔保人的資格, 待會我們也會詳細再講, 如果一個擔保人符合資格的話, 就會進入第二個階段, 第二個階段就是看那個申請日, 是不是符合那個條件, 即是如果那個關係也是真確, 那個申請人是說, 不可以, 舉個例子, 沒有什麼, 沒有犯罪紀錄, 那方面的事情, 他變得那個申請就會來給同學的, OK, 好了, 如果你是境內申請的, 那個申請會繼續臨起加拿大審理, 如果你的申請是境內申請, 即是說你可能是在香港, 或者在大陸的話, 那個申請人的申請部分, 就會發回去香港, 或者大陸, 或者大陸, 或者其他的國家, 那裡去審理, 那麼大陸的申請呢, 也都是在香港去審理的, OK, 那麼有些人呢, 可能是過去有一個理解, 可能要面試, 那麼在這裡我想說的就是, 面試不是必然的, 不是一個必定的, 需要的程序來的, 如果你所提交的申請, 所有的材料, 都是齊齊整整, 都是很充分的話, 那個移民官, 在你的申請的時候, 他一直看下去, 都很舒服, 那些事情都合成你, 都很, 就是有說服, 那他不需要, 約你去見的, 就是他只要你的東西齊齊了, 他看到尾之後, 覺得沒問題, 那他就會發個, 就是簽證給你, 或者發個永久居留的確認書給你, 就OK的了, 所以不是個個都一定要, 要面試的, 在我們幫駕員申請的, 所有的申請裡面, 都是不需要面試的, 所以大家不需要擔心, 說是不是一定要面試, 不是必然, 視乎你的申請準備好, 即是不充分, OK, 好, 那這個就是有關於, 那個, 即是配偶擔保那方面的, 暫時會不會有什麼問題, 到這裡, 好, 如果沒有的, 我們就繼續, 好了, 那除了擔保配偶, 或者子女之外, 另外一類, 就可能就是, 可以擔保的, 就是父母, 或者祖父母, 就是爺爺媽媽, 或者是公公婆婆, 這些, OK, 那同樣都是, 如果這個是你的父母, 親生父母, 或者親生的, 就是祖父母的話, 那你就要作為那個擔保人, 你自己作為那個擔保人, OK, 那, 譬如我要擔保我的父母, 那我就作為, 我就是擔保人, OK, 如果, 我的, 太太, 她是需要擔保她的父母, 她就是作為那個擔保人, OK, 我不能夠, 我不能夠, 所以, 如果我要擔保外父, 外母的話, 我自己本人, 我不能夠擔保人, 必須是我太太, 這個清楚了嗎? 好了, 在這裏, 作為那個擔保父母, 或者是祖父母, 和擔保配偶有不同的, 最重要的一點, 就是, 如果擔保配偶, 或者是子女的話, 原則上, 是沒有收入要求的, 沒有收入要求的, 沒有收入要求的, 但是, 如果當你是擔保父母, 或者是祖父母的時候, 是有收入要求的, OK, 而且, 是在你, 即是遞交申請之前的三年之內, 一直到被擔保的父母, 或者是祖父母, 在登錄之前, 你都需要符合那個收入要求, 好了, 收入多少, 待會我們再說, 但是你說, 可能就是, 咦, 如果只有我的收入, 可能不夠啊, 那怎麼辦? 可以是, 加上你的配偶下去, OK, 加上你的先生, 或者如果是太太, 做個, 即是個女, 即是個女方, 是擔保的, 加上那個先生, 也都可以, 那加上去那個, 就算你的家庭收入, 那你就作為了, 另外一半, 就作為那個, 所謂現在大家看到的, 聯領申請人, OK, 你將夫婦兩個人的收入加起來, 即是你的家庭收入, 去符合那個收入要求, 然後擔保那個父母, 或者祖父母, 這個大家清楚了嗎? OK, 好, 回回頭, 既然有聯名擔保人, 那個聯名擔保人, 除了配偶之外, 我父母兄弟, 譬如舉個例子, 我未結婚的, 但是我兄弟姊妹都在這裡, 那我可不可以跟我兄弟姊妹, 一起擔保我父母來呢? 對不起, 是不行的, 是不行的, 聯名擔保人, 只是限於配偶, 如果你說你自己的收入, 加上你的兄弟姊妹去, 去擔保你父母, 這個是不必接受的, OK, 試過曾經是有些人, 他是家父母, 就是他不知道這件事, OK, 就是拿到一個名額, 可以擔保他父母, 拿到一個名額, 可以擔保他父母, 但是由於他是收入不夠, 所以最終都是不必接受的, 那擔保父母和祖父母的申請, 不是隨時都可以提出的, 現在的政策來說, 是每年接受一次的申請, 每年接受一次的申請, 而每年都是有一個不同的名額, 在過去年, 就是以2020年計, 是以一個抽籤的形式的, 首先, 你是要在網上做了一個登記先, 然後嚴重就會是抽籤, 去年那個名額就是一萬個, 去年, 就是去年那個名額是一萬個, 那變得你登記了之後, 他就抽, 抽到你之後, 你才可以正式提交那個申請, 2021年, 還未開始接受登記, 還未開始接受登記, 今年那個名額是三萬個, 因為去年他開始也太遲了, 就是應該大概, 就是這幾年呢, 他每一年都有兩萬個名額, 但是他去年去到成, 10月, 11月才開始接受登記, 所以他只是接受了一萬個, 剩下那一萬個名額, 他就撤下今年那兩萬個, 所以加上, 他將他接受, 2021年接受三萬個的申請, 所以如果大家, 你自己本人也好, 或者你的子女有準備, 是擔保你去申請的話, 那你也都要留意, 幾時公佈, 開始接受登記, 那登記了之後, 那就看看會不會抽得到, 抽得到, 就可以提出那個, 就是正式的申請, 就像, 那這個就是, 擔保配偶子女, 和擔保父母, 或者遭父母, 是有不同的, 那方面, 就是那些做法, 那說明就是擔保啦, 當然就是, 就是有一個的承諾在裡面, 你用擔保, 是些什麼, 是不是, 那我會說, 那我會說, 在那個申請的表格裡面, 是有一份的擔保協議和承諾的表格的 就是那個擔保人和被擔保人都要一起簽 那個擔保人就是要擔保 那個被擔保人來了加拿大之後 他的生活如果有什麼經濟上的需要 都是由這個擔保人負責 那如果這個擔保人 如果被擔保這個人有什麼擔保人沒有負責的話 這一份協議書就是一個法律的文件 移民部也都會基於這個遞交的表格 去加拿大政府或者省政府 也都可以是向這個擔保人追討 有關那個的金錢那些 所以這個是有協議 是雙方是簽訂了的 但是就變得不只是口狂 我擔保他 我保他 好了 那我們說說擔保究竟是擔保什麼呢 除了他 就是說擔保他 他來加拿大的身份之外 其實所謂的擔保 所謂的擔保人 是要擔保那個 新來加拿大那個人的 那個基本需要 為他的基本需要提供經濟的支持 OK 那什麼為之基本需要呢 就是大家可以很容易想得到 日常生活 醫生住合 各方面的需要 就是說 無論你擔保父母也好 擔保那個配合也好 他來到 至少有地方住 如果他有什麼醫療上的需要 或者就是醫食住合方面的需要 原則上他們是應該自己是 可以這樣說 他應該自力更生的 可以這樣說 OK 如果是配偶或者子女的 他是應該可以自力更生 就是如果他自力更生 都不能夠維持到 他一個正常的生活 需要在一些金錢上的協助的話 這個擔保人就有需要去協助他們 OK 這裡有一點點說 要搞清楚 不是說被擔保那個人 什麼都不用做 就只是靠那個 只是靠那個 擔保他離那個人的 這個都完全不是正確的 而被擔保那個人 他自己都要出力的 都要盡他自己的能力 是去為他自己的生活去付出 但是 給一些他自己沒有辦法 就是盡了力都沒有辦法 找到工作 或者生活不到的情況下 那 擔保人就有個責任 是為他提供那個經濟的協助 OK 但是 但是另外一樣東西 如果你擔保的是父母 或者是祖父母的話 因為 是你的父母 或者祖父母 大家可以想像到 他們已經是 都會有一定的年紀 所以 所以 是不會期望他們 過到來還要做事的 他們過到來 不會再有那個收入的 所以那個 你擔保配偶或者之類 那個的責任 是會有少少不同的 OK 你可以這樣說 你擔保父母 或者租父母的話 那個擔保人的責任 是會更加大 因為你不會預計 那個父母或者祖父母 還要去做事 維持自己的生活 OK 這個大家 就是希望大家能夠明白 OK 而最終那個目的是 就是 你擔保那個申請的精神 就是說 當你要擔保一個人來到加拿大之後 他們是不需要靠政府來生活的 這個就是那個加擔保的精神所在 OK 如果 是被擔保來的人 而 結果是要向政府籌求 這個 就是經濟協助的話 那 政府就會向這個 擔保人 去追蹈發這個經濟的付出的 這個被擔保的親人 是跟政府拿了多少 譬如拿了多少的救濟監 諸如此類 那些 政府有權利向這個擔保人 去追蹤發的 OK 好了 在這裡也說回 就是說 好了 那這個擔保是由什麼時候開始呢 就是由 被擔保的人 被擔保那個人 他登陸之後起繼 只要他正式登陸 成為加拿大炳狗居民之後 這個擔保的責任就會開始 直到什麼時候呢 直到如果是配偶 和配偶的話 是三年 OK 他成為炳狗居民之後的三年 如果是子女的話呢 也都是三年 或者知道他們二十五歲之後 直到他們滿二十五歲為止 如果是父母的話呢 擔保期是二十年 二十年 OK 二十年之後 這樣就擔保人的責任 就是免除了 OK 分別是三年 父母三年 子女也是三年 或者知道二十五歲 而父母就是二十年 OK 有機會你會擔保其他的親人的 如果是其他親人的話呢 那個擔保期是十年 是十年 OK 好了 那麼 在你遞交了申請之後 直到申請被批出來 如果在中途 你是改變主意 我不再繼續擔保了 行不行呢 是可以的 OK 試過有一些我們處理的申請 比如是配偶團載 那個擔保人 提出一個申請 那個申請 那個申請一直都很順利 要批了 叫一個申請人 叫一個被擔保人 就是沒有身份 沒有身份的那個 要交護照 發個簽證給他 去到最後一刻 那個擔保人 決定不再繼續 不再擔保 都可以的 你去到最後一刻 就算發了一個簽證給他 那個被擔保的那個人 來到加拿大 一日未發 未正式登錄 你都可以 撤回你的那個擔保申請 是可以的 但是一登錄之後 被擔保那個人 拿到永久居民身份 你就不能再撤回 一直到那個擔保期半 一直到那個擔保期半 那變得大家清楚 那個擔保的那個 關係和那個責任 好了 我們也講講 就是說 要做一個擔保人 你要擔保 配偶也好 子女也好 或者是父母也好 要具備一些什麼的資格 那你自己本人 必須最低限度要18歲 是加拿大的公民 或者永久居民 那另外一個就是登記的印第干日 那這個可能就是 大家有一個直接的關係 而另外一個就是 你要是在加拿大居住 OK 那這裡我補充少少的 大家都看到這裡就有一個聲 就是 如果你是加拿大居民的話 你 遞交申請的時候 你不一定要在加拿大居住 舉個例子 可能有些人是 成為了公民之後 他回流了回去原居地的 回到香港也好 回到大陸也好 哪裡都好 如果他是加拿大公民的話 提出申請之後 提出申請之後 只要他能夠證明到 當申請是批出的時候 他會跟申請人一起回來 就可以了 OK 但是如果你說 你自己作為擔保人 你在外面 你不回來 然後你擔保一個人 這個就是不可以的 這個清楚不清楚 OK 假設你是擔保太太 或者擔保父母 就是父母的話 你必須要是局部 即是一批的時候 你必須要是起毒的 OK 好了 但是如果你只不過是一個 永久居民的話 你就必須要你自己本身 是住在加拿大 你才可以擔保你的親人 OK 是有一個分別的 而另外一個條件 就是說 你自己本身 作為一個擔保人 你不可以是拿 政府的社交支援 政府的一些救濟金 那些這樣 因為如果你自己生活 都成問題的話 你申請多個人來 你怎樣去保障他的生活呢 是不是你自己都要靠政府的時候 再申請個人來 還要加多個人去靠政府呢 那這個是政府希望見到出現的情況 那 這裡就是 還有一個就是 或需要符合收入要求 那剛才我講過了 如果你是擔保父母的話 就有收入要求 但是如果你是擔保配偶的話 基本上你是沒有收入要求的 但是都會有例外 但是都會有例外 另外的情況會是怎樣呢 譬如舉個例子 可能是那個擔保人 以及被擔保人 都已經是上了年幾 已經是退了 被擔保人 即是那個擔保人已經退了休 或者我們這樣說 他都是靠過退休金 老人金這些 這樣去生活 自己也都沒有什麼積蓄的話 那被擔保那個 也都上了年幾的配偶來到的話 他即時是享受不到政府的福利 是不是 他也都沒有在加拿大做過事 他沒有退休金 或者沒有那個 拿不到政府的那個老人金 那變得 如果政府看不到 這個申請的人 他們是有一定的 他們的積蓄或者收入 是可以支持到他們的 因為他們已經不再工作了 而他沒有一些的積蓄或者收入 是支持到他們的 就是往後的生活的話 也都有可能是被拒絕過申請的 所以這些不是說 絕對一定是不需要那個收入 也都會好視乎個別申請人 他們的狀況是怎樣的 好了 還有在下面一些的情況 就是那個擔保刑 也是不符合那個擔保的資格的 例如舉個例 在過去三年之內 曾經擔保過配偶 而現在又再申請擔保配偶 可能他原本擔保那個配偶來到之後 就來了分 然後再認識另一個 再結婚 現在又再擔保 但是 大家記得剛才我們說過 如果你是擔保配偶的話 你那個擔保的年期是三年 就是說你那個擔保的年期都未完 你又再擔保另一個 這樣就不行 OK 你又或者是 之前你擔保過來的人 他是曾經是跟政府申請一些的 就是社會援助 就是一些的救濟金那些 你必得擔保人有責任 是要負責還給政府的 你未還的 你未還的 你未還又再擔保另外一些的人 這個也都不可以的 又或者這個擔保人過去是有一個 離婚的情況出現 但是 他沒有根據那個離婚那時候 那個法庭的班令 是給那個前度的配偶 是擅養費 或者子女的撫養費 他欠這些的錢沒有給的話 也都不可以作為一個擔保人的 又或者擔保人是申請破產 現在仍然是破產令都未解除的 也都不可以擔保 又或者曾經干犯了一些涉及性 或者暴力 或者曾經是一些家庭暴力 傷害過一些親屬的罪行的 也都不可以 因為你有這些這樣的罪行 你擔保別人 會不會你也都會有機會 危害到被擔保的人呢 或者過去裡面 你是被別人作為配偶擔保過你 現在你可能也是 擔保你的人分開了 現在你再分 你再擔保別人 又或者因為總統原因 擔保人現在是坐牢的 或者是被移民部 已經是頒做這個驅逐令 要離開加拿大的 也都不可以作為這個擔保人 那這些都是其中一些的例子 一些的情況 是不符合那個擔保人的條件的 好 好了 剛才我們說過 如果是擔保父母或者祖父母的話 是會有 抱歉 父母或者祖父母的話 是有收入要求的 那究竟收入要求是多少呢 收入要求就會視乎你的家庭成員的人數 視乎家庭成員的人數 那這個家庭成員呢 舉個例子 如果你自己本身 一家四口這樣才算 你自己加上配偶和子女 四個 再擔保父母兩個 那你加上就變成六個了 是不是 那六個的話 那你就看六個 六個 就是這裡 所要求的那個數 是過去三年 如果你2021年申請 就看過去三年 2020 2019 和2018 換句話說 如果你自己本身 一家四口 再擔保父母兩個人 六個人的話 過去三年那個收入 你就會是需要 大概 是 七萬七 以上 七萬 一八年的時間是七萬七 一九年的時候 二零年的時候是六萬二 咦 那你可能就會奇怪了 為什麼會 2020年的時候 會 會少了呢 那大家都明白 去年是因為疫情 有很多人的收入 或者會 有一些變化 那所以政府也都因為 那個疫情的情況 是將那個收入 是降低做的 OK 那但是 2021 會是怎樣呢 這個未公佈 不知道 OK 好了 如果你說你只是一個人的 那如果你要擔保父母的話 那是怎樣呢 那就變得計三個咯 就計三個咯 就是媽媽來咯 那又怎麼算呀 是不是計兩個咯 不是 都是照計三個 都是照計三個 因為他會計你的責任 如果其中的父母或者媽媽來了 那爸爸媽媽他都要照顧另外一個咯 是不是 所以那個責任都是以三個計 即使另外一個 OK 那再提一提 可以問一下問題嗎 可以 可以 請問一下 Yeah because 廣東話我聽不懂 but I just want to understand 如果我們 即是說 如果是兩夫婦的 兩夫婦都有做工的 是 這兩夫婦有三個兒女的 是 那是否計 that means total number of people you'll be responsible for 現在兩夫婦三個兒女 you'll sponsor 爸爸媽媽過來 那總共是 2 3 7個人 是嗎 7個人 那計7個人 沒錯 計7個人 oh 自己也要計算 自己當然計算 OK 但是也都有一件事 譬如舉個例 譬如舉個例 那個擔保人 他是 18年 還是單身 然後19年結婚 20年生了個小朋友 明白嗎 那即是 今天 今天來講 他是一家三口 是 是 但是他是去年 才結婚 是 前年還是單身 是 OK 那變得計算的時候 如果他要擔保父母 18年的時候 他自己一個人 再加父母 就三個人 OK 好了 19年的時候 他結了婚 沒有小朋友 就兩個人 再加父母 就四個人 即是由三個人 就變成四個人 OK 就算四個人 即是說18年的時候 就算三個人的收入 19年的時候 就算四個人的收入 到20年 他生了個小朋友 自己一家三口 再加父母 五個人 那就變成2020年的時候 就算五個人的收入 OK 就不是說 他今天有五個人 所以過去三年 都算五個人的收入 就不是這樣算的 就算你當年 你那個家庭的人數 加上父母的那個人數 清楚嗎 清楚 那麼 那個收入 如果是 如果 如果我的老公 是主要贊助 他贊助 他的父母 我們還有三個小朋友 是 但是我也有做工的 那麼他的收入 只是算是 主要贊助 或者可以加上我的收入 可以加上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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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 我們剛才所說的 就是那個聯名的申請人 一個 共贊助 是的 OK 就算是可以加上 收入 可以作為整個家庭 整個家庭的收入 這樣算 好 謝謝 謝謝 好 不用 那麼家庭團聚 大家到這裡 會不會還有什麼 的問題 都聽得懂 都聽得懂 好 好 未必是我說得好的 是你們領悟能力高 哈哈 你講得很清楚 是的 好 那我們繼續 好 有些情況 可能就是 一對夫婦 這樣算 一對夫婦 OK 有一些情況 譬如舉個例子 可能他們只有一個兒子 但是他們也想多個女兒 但是可能 就是 就是 已經不能夠再 就是 懷孕 再能夠生多個女兒 所以他們考慮去收藥 又或者他們自己是因為 就是 雙方的問題 是不能夠有嬰兒的 那變得這些可能他們都會 需要 想收養的子女 那親生和收養的子女 其實都是可以 就是 作為家庭成員 是可以是擔保的 OK 那如果這個收養子女 就是18歲 或者18歲以下的話 那這個是可以 就是一個家庭成員 這樣去申請 但是那個手續呢 就是比較 是複雜一點的 那在這裡我也嘗試 就是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在加拿大來說 收養兒童 總之是收養小朋友 是歸每個省自己管的 是歸每個省自己管的 那你的收養可以是本地收養 私人收養 或者是在其他國家會收養 OK 那因為如果 如果他是本地的 那個小朋友 可能本身已經是有那個 加拿大的身份 那就不需要 犯任何的移民手續 那這個我就不說了 所以我現在說的主要都是跟移民相關 可能就是說 這個被收養的小朋友 他是加拿大以外的地方 你要收養他的話 你要做一些移民手續 我就只是集中一些 就是其他國家的收養 那如果你要收養一個小朋友的話 首先你要是跟亞省政府申請先的 OK 那亞省政府呢 他會去看你 這個你自己 就是收養父母 就是養父養母 他們的家庭狀況 他們是不是適合去收養子女 是不是 因為最重要就是說 他不想小朋友去到一個家庭 是面對一個不適合成長的一個環境 這個是最重要的 那 還有就 你也都是要接受那些訓練 是怎樣去 去 去 去教養這個被收養的小朋友的 也都要通過這些這樣的一些的 平衡 你才可以 所以亞省政府才會發一個證書 給你去收養這個小朋友 你拿到這個證書之後呢 你也都要交給 這個小朋友所在的地方 相關的部門 譬如說 如果香港的可能會給 社會福利處 如果在大陸的可能會給民政部門 就是這樣 那 那 要到 那個小朋友的原居地 有關的政府部門 也都發了這個 批准你去領養 你才可以正式 第二部 再做第二部份的申請 OK 那去和省政府這個申請那裡 其實那個時間是要 都幾久的 可能都需要 差不多要三年的時間 兩三年的時間 OK 而是亞省政府呢 也都指定了一些非牟利的機構 去幫助這些領養的服務的 那在亞省來說 是有三間指定的機構 你們可以是尋求協助 他們會幫你辦好所有相關的審族 那樣的 他們是非牟利 但是不表示他們不收費 OK 要視乎你 就是申請的是一些什麼的領養 那那個費用可以是好幾萬元加值的 可以是好幾萬元加值 好 那當那個省政府或者是小朋友的當地的政府 都批了那個領養手足之後呢 那那個養父母去加拿大這裏 就要跟移民部提出這個申請了 那提出的申請呢 最重要的一件事 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說 你的領養 是純粹是有一個合理的理由 而不是為了幫這個小朋友移民 而是你真的有一個修養的目的 大家明白嗎 有這樣的需要,譬如舉個例,你妹妹想女兒,即是你的移生,移民來加拿大 於是她們就將女兒的婦約給你,你收養了她,這樣就不行,明白嗎? 但是反過來,如果你自己本身,好像我剛才所說,你自己兩夫婦可能是不能夠,沒有那個生育的能力 所以你們是想收養一個小朋友,這個小朋友可以是任何一個人,你是可能在孤兒院裡面領養的 或者是你的親戚的子女,這些都可以的,OK? 如果你證明到你真的有這樣的一個領養需要,然後再辦一個這樣的申請,那就OK 變得這個大家在這個概念上要先搞清楚 好了,當你提出去跟這個移民部去幫這個被領養小朋友去申請過來的時候 也都視乎這個養父養母,她自己的身份,是個手續是有不同的 如果那個養父或者那個養母,隨便一個,她自己本身是加拿大公民的話呢 被領養小朋友,她也都可以直接申請成為加拿大公民 她是申請一個加拿大公民的證書,然後拿到證書之後,就再申請加拿大護照 她過來的時候仍然是拿著當地的,仍然是拿著當地的護照 譬如她香港的就拿著香港的特區護照 如果是大陸的就拿著中國的護照 那麼加拿大移民部會給她一個簽證 來到加拿大之後,拿到公民證書 再緩化加拿大護照 這是一個直接成為加拿大公民的小朋友 好了,如果那個養父或者養母,她只不過是一個永久居民的話呢 她擔保那個養父,即是擔保那個收養的子女呢 就好像剛才我們之前說過家庭團聚的程序 擔保子女這樣,她那個小朋友來到,都是一個永久居民 居住夠了入籍的年期,才再成為加拿大的公民 OK? 那變得這個是跟養父母的身份是有分別的 申請程序都會不同的 那跟家庭團聚的申請程序都是一樣 分開兩個階段 第一,就是會看看養父母的身份 是不是合乎條件呢 合乎條件之後呢 才是再審理那個小朋友那個申請的部分 這個部分呢,程序大概是要連半到兩年的時間 就是整個申請的程序 所以如果你看回,就是前面還要跟省政府那裏申請呢 那裏可能都需要整個三年的時間 然後再加上這個移民部的程序 然後再加上這個移民部的程序 又要大概年紀兩年 那所以你看,如果你是收養子女 再辦這個家庭團聚的話呢 其實整個過程可能都需要整個四五年的時間 那剛才講過了,就是你收養的話 如果你是收養的可能是一些親戚子女 都可以的 都可以的 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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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可以的 歡迎 我真的想清理一下 如果那個擔保的父母是加拿大公民 是 那他贊助這個adopted child呢 那這個adopted child呢 他就馬上可以做加拿大的公民 是不是 沒錯 沒錯 不需要那個residency requirement 那些全部不需要 不需要 不需要 因為他被你們收養的時候 你已經是公民 是不是 就是這個同樣 就算你是自己親生的 你是 譬如你當是一個加拿大公民 他現在結婚了 生了子女 就是如果那個子女不是在加拿大 就是如果那個小朋友在加拿大出生 當然他自己都已經是公民 但是如果這個小朋友 他是在加拿大以外的地方出生的 因為那個爸爸或者媽媽已經是加拿大公民 所以他一出生 已經是可以成為加拿大公民 是不是 那收養的就是以他被收養的時間來計算 因為他被收養的時候 你已經是公民 所以那個小朋友也都成為公民 那這樣有沒有年齡限制 那這個小朋友要多少歲才離開 18歲以下 18歲以下 OK 沒錯 因為你18歲已經當成成年人 因為18歲已經當成成年人 就算 你不能夠說有個二、三十歲的 你都需要收養的 然後你又幫他擔保 就算是你親生的 都是要22歲以下 你才可以擔保他 如果他已經是22歲的 就要靠他自己的 靠他自己的條件 申請移民 好 那收養子女 就是我們講到這裡 那跟著我們要講的 就是剛才我們講過 一些是孤獨的人士 那孤獨的人士 我們可以這樣講 就是會有兩個方面的 孤獨人士 一個就是你自己 就是作為一個擔保人 你是孤獨 另一個就是 你想打算擔保那個人 他是孤獨的 OK 那這兩個情況 第一大家所看到 就是被擔保那個人 被擔保那個人 基本上他是一個孤兒來的 孤兒 而這個孤兒是跟你 作為擔保人 是有一個血緣 或者收養關係的 兄弟姊妹 你的 你的 侄兒 侄女 或者是你的孫兒 是這幾個關係 OK 那這裡我想解釋 少少 有血緣 有血緣關係 大家很清楚 有收養關係的 兄弟姊妹 或者孫兒 大家想不想 想不到那個關係 是怎麼有的 想聽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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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這裡我舉個例子 這樣 這個擔保人的父母 可能是 李過分 然後再分 再分之後 再生了子女 再生了子女 OK 變得 再生的子女 和這個擔保人的關係 雖然不是親生兄弟姊妹 但是屬於 那些是 叫做 叫做 即是繼母所生的 那些 都算是 兄弟姊妹 是不是 變得 這些 這些 就是所指這些的關係 不是親生兄弟 但是 是繼父 或者繼母所生的子女 都是你的兄弟姊妹 這個就是 對不起 對不起 這個不是收養 比如舉個例子 就是 就是 那個父母 他們收養了一個小朋友 他們收養了一個小朋友 那就是 這個就是 我跟進回 剛才所說 那個不是說 繼父繼母的關係 對不起 是 就是說 你的親生父母 是收養了一個小朋友 那收養了那個小朋友 都屬於你的兄弟姊妹 是不是 那變得 是指這樣的關係 OK 我更正一下 OK 好了 接下來 條件就是 父母相亡 就是說 這個被擔保的人 就是 他的父母 已經是不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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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我這裡也有一個聲 我需要 我需要 是 再補充一些 就是 父母相亡 就是說 他們真的已經知道 已經不在了 如果你說 父母 是不知所蹤的那些 不算 不知所蹤的那些不算 又或者 當父母仍然在生的時候 這個小朋友 是有人去照顧的 譬如舉個例子 可能是外公外婆 照顧的 這個都是不符合條件的 要舉個例子 是他的親生父母自己本身是照顧的 但是剛好那個親生父母也都有 或者因為一些的意外 而過了身 丟下 剩下兩個小朋友 這些 平時都沒有人照顧他們的 可能我家裡都只不過是個 就是非用照顧的 變得這些才符合條件 OK 那還有這個 就是被擔保的孤兒 他是18歲以下 未婚 也都沒有同居伴侶的關係 那你作為一個擔保人 你就可以擔保他們 OK 這裡第一種情況 大家清楚了沒有 OK 好了 第二種情況 反過來 就是你自己 是單身一個人 又或者可以這麼說 是 現時在加拿大 已經是舉目無親的了 是你自己孤單一個人 而已 OK 如果 你已經是沒有 在生的一些親人 包括 配偶 子女 爸爸媽媽 或者是兄弟姐妹 你是可以擔保的 你已經沒有這些親屬 是可以擔保的 又或者 這些親屬 他們也都不是加拿大公民 或者是餅舊居民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就可以申請一個 無論他多少歲都好 18歲以上以下的 是剛才所說的 這些有血緣關係的親人 你可以擔保的 OK 好 這裡我舉一個例子 舉一個例子 曾經有一個人 他跟我諮詢過 都不算是我的 不是我幫他做的客人 是他找另外一些移民公司幫他做 他自己一個人在這裏 OK 無親無故的了 他所找的 他就想擔保那個弟弟 想擔保那個弟弟 想擔保那個弟弟 而這個移民公司 就幫他去做 結果是被否決了 被否決了 為什麼呢 因為他的媽媽 仍然在生 因為如果你 剛才我們所說的 你如果可以擔保的 原則上你是可以擔保父母 祖父母 配偶和子女 這些是一個直系的親屬 如果是兄弟姊妹那些 你也是不可以擔保的 只有在這些情況下 你才可以擔保 OK 但是由於 我剛才所說的 這個人 的媽媽 還在生 所以你應該要先擔保 你媽媽 如果你自己 本身是一個 即是孤單一個人 在加拿大 你先擔保 你媽媽 除非你媽媽 都過世了 你才可以擔保 你的弟弟 過來 所以為什麼我剛才所說 這個人 他擔保的弟弟 是不成功 是被拒絕的 OK 那我曾經 也都是 有一些客人的接觸 真的會有一些 他自己一個人 在那裡 那 是有需要 是擔保 就是他一位 的親人 但是 在這些情況下 最大的一個困難 是什麼呢 收入要求 如果這個擔保 那個人 他已經是一些 已經退休人士 他自己已經沒有收入 的 變得你的收入 是很難過得的 因為你怎麼 接觸到你有收入 是不是 你已經退休休 做的 你沒有收入 除非可能他 還是連聽 可能還是四十多 五十歲 就是還在做事 他有收入 那他就可以接觸到 但是如果 你說 我真的已經是 年紀大 我都已經沒有做事 沒有收入 證明的 那可不可以做呢 這樣 都可以嘗試的 因為你已經 別無選擇了 是不是 如果這個是 你唯一一個 的選擇的話 你也都想 真的有一個 申請到一個 新人來這裡去 照顧你生活的話 你可以嘗試 透過這個 我們所說的 人道和 因素利用 去做個申請 就向移民部要求 就是豁免收入要求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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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定 可以 但是如果這個 你已經沒有其他 可以考慮的方法的話 唯一的 這個 你都不服 可以試一試 OK 好了 那因為時間問題 我們要 快一點 然後 似乎 剛才我們所說 如果你要擔保 一些親人過來的話 那你要 作為一個 擔保人 你要確保 那個 被擔保的人 他不要是 靠政府要 拿一些 救濟金 那些 那很多時候 就是福利和救濟 是有一些 容易混淆的地方 那所以 被擔保過來的人 可能他自己 都會有一些 疑惑 就是說 那我作為 被擔保的人 我會不會有一些 申請 我可以享有 這樣 那 在這裏 無論是聯邦政府的福利 或者省政府的福利 都沒有說 如果你是被擔保過來 你是不符合申請的 沒有的 沒有這樣說的 OK 我親自問過 亞省政府 也都有問過聯邦政府 Service Calendar 他們的答覆都是說 被擔保的人 都是可以申請有關的福利 如果真的有需要 申請一些 經濟的援助的話 也是可以申請的 是可以申請的 OK 我擔保人 需不需要負責 是另外一回事 大家要聽清楚 OK 大家在這個畫面上 也都可以看得到 好像是亞省 這些長者的福利 他寫明 無論你是黃色這個部分 黃色這個部分 無論你是一個 就是一般的 登錄了的移民 或者是被擔保過來的移民 都好 你都是合乎條件去申請的 OK 它是白字黑字寫得很清楚的 是合乎條件申請的 好了 我想問一問 會不會是大家曾經接觸過 是有一些東西說你是合乎條件申請的 或者不是你本人 或者是你聽聞 或者是認識的人 是曾經是申請不到的 林先生 你剛才說的 你是擔保人 擔保人 擔保人 擔保人要十年 或者二十年 那個時間 擔保人 負責你的生活費 不可以獲得政府福利 現在你都要可享用福利資格 那 那個擔保那個 就是說 你 擔保人 要保證 擔保過來的人 十年 或者二十年 或者三年 他是不會經生活出現問題 是要靠政府 那個說法 就是精神 是這樣的 擔保責任 是這樣的 OK 但是 不是說因為他的生活有問題 而是靠政府 而是在一些福利方面 譬如舉個例子 在一些聯邦福利那裏 聯邦福利 但是通常是有這幾類的 譬如加拿大的退休金 加拿大的退休金 如果是 退休金其實就是你自己 和是僱主給錢的 這個是你自己的錢 你一定是拿得到的 和那個擔保是無關的 OK 而那個老人金 那個OAS那裏 只要你是住滿十年 你就合資格是申請的 這個就算你是LEN 就算你是被擔保的 你也是可以申請的 因為只要你需要住滿十年 你可以這樣說 如果是一些 是要審視你有沒有收入 你收入是多少 才可以享有的 福利呢 那些就是要靠政府了 簡單說 明白嗎 明白嗎 這個老人金 他不看你收入 總之你住滿十年 你就可以拿的 嗯 是不是 那這些就 就跟那個 就是擔保那個抵觸 那個時間 就沒有抵觸的 這個清楚了嗎 清楚了 OK 那有一件事 有一點不同的 就是說 當你所申請的東西 是要靠政府 政府是以一個 就是所謂社會救濟金 這樣的形式 是發放給你的話 你每年報稅的時候 你會是收到一張 所謂的T-Sleep 那些報稅的單 然後你根據這張單 你就填那個報稅表那張 如果你是收到有一張T-5007的話 T-5007就是報這個救濟金 如果你收到有這張T-5007的話 即是你拿著的東西 是屬於那個社會救濟的性質 那這個可能就跟那個擔保那裡 是會有所抵觸的 OK 你可以這樣去看 從兩個角度 即是從兩方面你去看 我拿這個東西 是不是屬於拿救濟呢 第一樣東西 你拿那個東西 有沒有一個收入的審查 如果有的 大部分都應該會是屬於救濟 即是政府經濟資助理的性質 這個第一 第二 而年底的時候 你會收到一張T-5007 如果有的 這個也是屬於社會救濟的 OK 另外來說 如果你說我因為做事失業 我拿EI算不算了 EI是不算的 EI不算是救濟金來的 因為其實EI也是你自己 以及你僱主 是供錢下去的一個保障 OK 好了 在省福利的方面 省福利的方面 如果是65歲以上的 你可以享有一個藍十字 你譬如買藥 或者是有其他一些報銷的 可以 這個它沒有看你收入的 你只要是65歲 在亞省居住滿三個月或者以上的 你就已經可以享有了 所以這個應該是屬於救濟相關的 但是下面其他的那些 都是屬於 都是需要 會看你的收入的 都是會看你的收入的 那有一件事 有一件事 大部分亞省這些福利 都是要你同時是拿著那個 OAS 就是那個老人金 你才可以享有的 但是那個牙衣眼鏡 或者那個特別需要計劃那些 它是未必需要你 就是拿著聯邦政府的那個老人金 你才可以享有的 譬如好像這個特別需要 特別需要這樣 特別需要這個你可以 譬如說 你買電視啊 買床褲啊 這些 政府是有錢 就是亞山政府那裏有錢 補助給你的 那這些 補助就會是屬於 因為你想一下 如果擔保你來那個人 連床褲都 你睡覺都 買床褲都沒有錢 要跟政府拿的 這個是不是屬於 要靠政府先 是不是 你買部電視都不行 要靠政府買部 給錢你買部電視的 那你從一個這樣的角度 你想 你就知道 是不是靠政府的一個經濟資助 如果你要作為一個被擔保的人 你要申請政府 即是你要申請一些政府福利 你的被擔保的身份 會不會影響你享有這些福利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繼續 這個就是 虛假陳述 那你做申請方形 要提供一些資料 甚至是提供一些證明物件 但是要注意的是 就是說如果你所填布的資料 是不真實的 譬如舉個例子 你明明原本已經結了婚的 你填你自己沒有結婚 又或者 你是提供一些虛假的文件 譬如你不是大學畢業 你給了一張假的畢業證書 又或者你沒有那個工作 或者你沒有在做事 但是你為了證明自己在做事 於是你就不簽名 去做一份偽造的僱主證明 那麼這些都是屬於 是虛假陳述來的 要注意一件事 虛假陳述 舉個例子 有機會 你做個申請 你不是自己做 你是請人做 請人做 而幫你做那個人 是在你不知道的情況下 去提供了一些的 虛報一些的資料 或者提供一些假的文件 你不知道的 你都是有同樣的責任 你不能夠說 我不知道的 是他做的 這個是推捨不到的 因為他是代表你的 你是簽了一份委託他 代表你的一個表格的 所以他做任何事 都是等同於你做的 你也都要承受 承擔同樣的責任 是後果的 OK 好了 那麼 有些什麼是後果呢 當然 你提供假的東西 你的申請當然是會被拒絕 而也都因為這樣 你會有機會 五年之內 都不可以再提出任務的申請 以及是會被他入境的 如果你是因為 曾經提供虛假的資料 或者偽造的文件 而是拿到永久居民身份 或者公民身份 被揭發之後 你也都會被取消這個身份 OK 不是說你拿到的身份 你就已經是無後顧之憂 你是騙回來的 就會被取消 就算你拿了也都會被取消 當然你提供假資料 和假文件 這個是刑事的罪行 也都會被起訴 也都可能會被被拒絕被刑 這些都是要知道有這樣的嚴重後果 所以大家千萬千萬 實話實說 只要你 如實去做這個申請 無論問你十次 一百次 你都在說同樣的事情 OK 但是 當你提供虛假的資料的話 當問得你一兩次的時候 你就會自相矛盾 很容易露出馬 而尤其是當你是找人幫你做的時候 你要找一個誠實可靠的 就是幫你做的人 因為如果他不誠實可靠 他幫你做一些 就是所謂做假的事情 他不會只是幫你一個做 他還幫其他所有他的客人做 就算原本不是你出事 是其他人出事 移民部都會 去調查所有經歷這個人做的事情 而所有經歷這個所謂移民公司做的事情 所有的客人都會調查 也都包括你 到時也都牽連到你 所以接下來我需要跟大家說的就是 你要 如果你有需要去找一些 一些移民公司也好 或者移民律師也好 去幫你做的話 你自己是要很小心去做挑選 根據加拿大移民的法例 只有三種人 是可以在收費的情況下 去幫你去做有關移民的服務 當然你說不收費的 你家人或者你教會的 教友 或者你 或者好像NPC 這些非謀利的機構 去幫你去提供這個服務 這些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如果是涉及到你要付錢的話 只有三類的認可人 另一個認可的人士才可以幫你 第一就是每個省的律師公會 或者灰北黑省的公正人商會的會員 才可以幫你 又或者這些律師公會 或者灰北黑省公正人商會的一些法務 就是職業公會的會員 才可以收費 幫你提供服務 第三類就是 被認可的加拿大移民顧問監管委員會的會員 這些就是移民顧問 上面那些就是律師 而第三類就是屬於註冊的移民顧問 這三類的人才可以收取你的費用 幫你去提供服務 OK 但是大家就算找這些認可的人 去尋求服務也好 都是要好 仍然都是要小心的 因為 都會是有機會 他們可能是 他們的服務水平是有參差 所以最好你都是去做過一些比較 很多時候在一些廣告裡面 你會看到就是說 他們會宣傳說 他們有龐大的律師或者顧問團隊 但是是哪一個呢 你提供那個人 姓慎名垂 你有沒有親自見過他呢 是不是 是不是真的是註冊的律師 或者註冊的移民顧問呢 你可以是上網去到亞省的律師公會 或者去到這個註冊移民顧問監管委員會的網站上面 是可以有個名冊 你可以查得到的 只要你將輸入這個律師或者移民顧問的名字 你就會找得到的了 如果找不到的話 那你就要小心一點 OK 那你也不妨可以在網上看看 會不會是有一些 就是 負面的一些評價 對這個律師或者 顧問 或者這個服務提供者 好的你可以作為參考 不過好的可以自己寫的 但是自己寫的不會寫不好的 所以你可以提一些不好的 作為一個參考 那當然 如果你曾經有朋友 是找過這些 相熟的律師或者顧問 用過他們的服務 而直接你認識這些朋友 而他們推介給你的 那當然這個也可以比較可信一些 但是不要說聽別人說 而看都不知道聽了多少層 然後才去找的 你直接認識的朋友 是最可靠的 但是朋友的朋友的朋友 那就隔了很多次了 可能都不知道已經 就是意見都已經失了真 而 而最好就是說 你自己能夠找多幾個 自己去談 談過了 你自己覺得 誰有信心 而最後才選擇誰的服務 OK 好了 那我今天準備講的 就大概這裡這麼多 我不知道會不會有一些 剛才沒有涉及到的範疇 而你們是有興趣 或者想了解 或者甚至剛才範疇以外的 你想了解的也可以 或者利用這個時間 我們大家再補充分流一下 嗯 好